不管你说的好坏 这是你的想法 你真实的想法 不是裁缝 想不到这一点 祝你生意兴奋 谢谢何先生 谢谢何先生 来 老栋 你呢 咱这先画个压 把钱领走 具体的店铺的位置 你怎么会统一规划 好 好 好 到时候再通知你 好 请 谢谢何先生 老栋 翻建后的回忠厂 分为南北两条街 你到我负责的北街来吧 北街朝阳 好好 来我南街吧 老栋 我们南街有银行 当铺 舞董店什么的 你来我们南街吧 我们南街想要有档次 也行 也行 好 老栋 先回去吧 好 请 好好 请 谢谢 谢谢 施洗如 来 来 谢谢 走 施县长 施县长 坐坐坐坐 施县长 上帝 不我坐这部和施县 上帝 上帝 说他啊 我其实 我说几句我就走 表格 老大 我想办一个四宝堂 专营笔墨纸业 那钱就甭给我了 我批个店面就行 店铺啊 您老人家就别想了 您看看这图啊 这有意思 在这条街上我们要盖一个序堂 您呢 就在里边指教 月新五十大洋 您看一看 太好了 这个 我前清的时候啊 我就是个焦厨匠 耽误多年了 你看看现在 人尽其才啊 你别看我老了啊 给娃娃们开门授课 我拍了胸脯了 这 钱给的太多了 每个月五十元大洋 逢年过节了 另外还有表事 你看看 那镇里的教书酱 每个月才六块 你看 你现在给我的钱 这相当于省里边那个 中学校场的钱了 那您指 您指 来月啊 请施先生喝会儿喝会儿茶的 来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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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早了 早了 也给我五十块大洋 这个 遵见一场 好 这儿 Сам几十块大洋 孙建成 孙建军 你是孙建成 我弟弟叫孙建军 孙建军 你去干民团吧 民团缺人 建军 你先回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 哥 嫂子 我先走了 好 孙儿 你们想干什么呀 我们商量了一下 想开家杂货铺 杂货铺 二十大洋 行不行啊 不行不行 不行啊 这 你们不可以干这个 过来 快 快 这是咱们风雷珍未来的回东街 在这条街上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这里 被开一家银行叫富有银行 这家银行不止掌管着 整个镇子的银钱来往 而且还掌管着和上海富有银行总部之间的往外 这家银行就交给你们了 行不行 好 这 不是 何 何先生 何老爷 这 这 这可使不得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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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一身的利息 啥也不会干哪 这 这么大的事情 我 我 我们干不了 是啊 干不了 是啊 何先生 这银行得聪明的人管 我们这样的 不行 再说我也不会 对啊 不会啊 不会可以学呀 有办法 聪明的人很多 忠厚朴实的人少 你们俩是我见过的 最忠厚朴实的人 银行交给你们 不会都可以去学 行吗 不许跪 起来 以后不许跟人下跪了 听见没 好了 好 好 回去吧 谢谢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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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谢谢何先生 谢谢何先生 好了 走了走了 好 好 好 我给你讲啊 你来 到时候那时候 坐个东西 好 好 谢谢 走吗 好 好 幸福 走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何先生 angan 你快哭了 快哭了 你快哭了 快哭了 何先生 咱们别哭好不好 别给何先生添乱了好不好 我心里高兴 那高兴那干吗哭呀 别哭了好不好 走了 走了啊 别哭了 你觉得靠得住吗 你觉得 我觉得靠得住 那就可靠 二小姐 你知道吗 馨儿他们家管银行 咱们就等着看他的笑话吧 你懂个屁 张介汉就不能赶钱了 我看未必 浩天的能耐可以学 你学 何普章看中的是他的秉性 秉性是学不来的 我这就是这儿 这个手提 然后那边 那边 就整个以后介绍 都来 到时候你全 全部都安排 走 走 谢谢 董事长 董事长 谢谢长叔 好 长得大家着想 各位掌柜的 咱们集体留个影 明天呢 整个咱们这条街 就开始翻修了 好吧 好 来 咱家请站好 站到自己的位置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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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自己的位置上 走 对 辛苦啊 来 您坐 行 马上就开业了 谢谢 谢谢 坐 坐 坐 姓氏呢 他正往这儿赶的 等他一会儿 我来了 我来了 不好意思 我站哪儿啊 好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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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坐吧 好 来 大家坐 大家坐 好 好 来 来 各位站整齐 看这里 来 一 二 三 等等 您叫我 我不叫你 我叫谁啊 有什么事啊 我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路过这里的 说实话 不让我抢打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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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大爷 我 我去县城 路过这里 天黑了 道不熟 迷路了 那边有条道 别没事在这儿下转悠 黑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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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叫先生呢 何先生让我们改叫先生的 那是我大哥 在我这儿担算 叫大爷 这 黑大爷 大点声我叫一遍 黑大爷 大点声我叫一遍 黑大爷 行 谢谢黑大爷 谢谢黑大爷 你看 你干吗 你干吗呢 你干吗 你看 泥水匠 木匠 瓦匠 全都缺 把周围镇上的人 能人 全都找了呀 价钱没关系 只要别耽搁工期就行 好 你说你这又不是铁打的 一天就一顿饭 天不亮就起来 再这么下去非要垮那么可 不碍事 行 放下 喝碗生汤 我不碍事 我让你放下 不碍事 廖大牙那民团现在有多少人 正好跟你说这个 他现在是五百多人 陆陆区域还会有 他那都是撞牢里 这边得盖房 那边呢又得练兵 现在有点分不开 你动动脑子调配一下 民团每天五个小时的训练 其余的时间给他调到活用场 让来运接管 每天双份公司 好 还有就是我想跟你说 咱们现在民团的武器装备 不行 都是刘二权生下的 最好的就是龚正 剩下的就是海洋灶和一土枪 这怎么办呀 镇子建成了树大招风 没有好的武器 守不住这份加盐 给查理打电话 让他在上海走私 要最好的武器 有多少要多少 好 我马上打电话 附唐 有个事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你这没日没夜的操劳 花钱出力的你图啥呀 快去吧 你说你图财吧 将来这回龙街建好了 咱也就收个租金 大多数都拿给别人用的 咱赔本转吆喝 你说你图名 这事都现在这么乱 咱图名有啥用啊 嗯 你说得对 不囚名不图利图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等将来灰龙街建好了 这条街的生命 也就是刚刚开始 这是我的荣幸啊 我也就算是图个荣幸吧 等我们死了以后 咱们的后人在这条街上移走 说这 这当年是我 我奶奶的铺子 这是我太爷爷的铺子 说当年有一个叫 和服堂的人 为这条街出过力 我也就算是满足了 出个荣幸吧 这个人是谁啊 不关系 啵荣幸 鬼龙街的掌柜里 没有这个人呢 还知道哪天 谁带他来的 想不起来了 我去帮你问一下 你别去 你先别去 不对 这个人我见过 那天守大爷那是我见过的 他非常危险 我去找他 你上哪儿找去啊 你神经兮兮的 采亮 他压力太大了 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 待这么下去就得累死了 来 大哥 那边那个银行招人 然后老板让你过去把马关 哥 唐老板说不想用你设计的蛮 他想用自己的蛮 那样用顺手 你俩给我远了点 别打扰我们家 请 好 我这次给你了 替我扶他 你把人都都能够打 走 我把人都能够打 我把人都能够打 你把人都能够打 我把人都能够打 我把人都能够打 你把人都没打 削一个 四练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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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到回龙城去你监工去吧 我都不错 谁让你替我去对屋呢 你不是病啊 谁说我病了 我一枪打死的 我 你到底怎么了 回农场开业来店的大家找了个箱 那上面有一个陌生人我见过 很危险 人间蒸发找不到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也求我的伤 你说这是我要真知道 你想听我 你说 我天不高兴 记得死我 我尽力 谁让你接着过来的 我家就住的后院 不能进大远 好 好 追走 是 父堂 我告诉你 你是因为这些年杀了太多的人 所以被冤婚给缠了 是 还拿枪了 打 朝这儿打 想要加一这么多年 你也装烦了吧 打 我帮你 都打了 走 怎么样 拍过照的所有的掌柜都问了 没有一个人认识 怎么可能那两边的人呢 好 好 也问过了 当时拍照太激动 都没有留意 父堂 我觉得你想得太多了 当时街上的人多 或许看拍照过来凑热闹的 说不定是巧合呢 不可能 那个人一定有问题 他很危险 就地蒸发 让廖大雅再调五十个人 日夜巡逻 看见可疑的人马上抓 抓不住就地打死 好 老吴 对不起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冷静 外面来了几个当兵的说要见你 对了他们还开了两辆卡车 但是不知道卡车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当兵的来风雷镇 干什么啊 我去干 老龙 你看 傅堂兄 公司楼栋梁啊 楼营长 你怎么推就这样了 这都是查理的主意 他让我弄成这样 要不然从上海到陕西 一路上怎么通行无阻啊 也就查理能享受这搜主意 没错 毕仁现在可是少校团长 团长 团长 怎么样 东西都拉来了 都在车上呢 大家 行车 兄弟 帮忙 兄弟 帮忙 一路上千山万水 辛苦了 傅堂 你这说什么话 要是没有你的话 哪儿是我和查理的惊天 查理跟我说了 以后这条路就由我来负责 你都是满地儿 我还想要让我去 都在这儿 我��你 你呢 军队 我忍不容易 不要 让我去 看什么 我就拿你去 到那儿吧 他还在那儿 怎么子 想绕开咱们 八成吧 灰龙街这个商贸的 停止了好几十年了 外人不知道 也情有可原 一会儿我们去看看 枪来了 我看看 关架 怎么样 好 口腔 那这样 白玉 你留下陪陪刘平长吧 齐叔一下 等我 晚上回来喝酒 好 我等你 回去啊 回去 好 给我空签 前面走 来 喝一杯 好 来啦 是吧 这回来对人了 老先生 从哪儿来啊这是 关中耀州 耀州 耀州可是产瓷器的地方 是是是 我看这位老爷挺便善 跟您说实话 我这乘上装的 就是耀州瓷器 准备拉到笼东去卖掉 笼东多远啊 这个路上有一个 风雷阵的回龙场 是个大集市刚开 您不知道吗 为什么不在这儿做那生意啊 风雷阵的回龙场 这个盖城路我知道 我早有耳闻 是何老爷盖的 对不对 那个回龙场 是何府堂盖的 至今何大 早就是粪桶挂在大门口 臭名在外了 怎么臭名在外啊 怎么臭名在外啊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 他可是风雷阵的大土匪啊 以前跟过王三春 这烧杀抢掠 什么坏事都干 我们要跟他做生意 也太吊价了吧 也不是他先说那个理 您是不知道 我们耀州的瓷商 和笼东的皮革商啊 打同志十一年 就有买卖来往 我们的瓷器啊 在龙东很受欢迎 他们的皮革在我们那儿啊 也是抢手货 这么一来二去呢 我们牵了一个草地 虽然路途遥远 但是我们两边啊 都是互通有无啊 老先生 我看您是个实在人 我也不跟你操耳夜人 我就是何府堂 我 我 您这笔生意 能不能在我们回路上做啊 不是 你们 这是要抢啊 这 我这枪怎么走恐了 来 来 老先生不害怕啊 这样啊 您开个价 我给您献大牙 您这批瓷器拉到龙东 值多少钱您告诉我 我原价给您 好不好 但是路程您可省了一半 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吧 还有啊 老先生 下次您来到我们回路场 您的笼笼皮革 一定给您准备好 对 你要什么 我给您准备什么 对 行吗 老先生 共计三百大洋 东家 东家 不好吧 咱都跟那边说好了 你把这东西给他 我这枪怎么回事 没有错过 你别老吓我 快走 那我们走了啊 好 走走 慢着 慢着 老先生 既然都到这儿了 也碰见我了 我想请你们吃个中午饭 想让你们亲眼看一看 这个回龙镇的集市 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您老人家这个走南闯北 可能这么多年 什么镇长都见过 但是回龙场集市这个规模 我估计您可能没见过呢 我们就不去了吧 闭嘴 一会儿又抢走火了 走 走吧 老先生 好吧 好 好好好 去 去去 行行行行 来来来来 去去去 好好好 去去去 来来来来 各位老板 二位 二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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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两个人说 做买卖 要以他们的四五乘为准 我说二位 这河南的七五乘 一斤可只有咱们的八两啊 咱们不是摆明了 做亏本的买卖吗 是啊 就你们知道 何先生早就知道了 这事情呢 人家从这儿到遥远来做买卖 不能让人吃亏 对不对 各位老板放心 只要咱们有了信誉 还怕我们风铃镇的买卖 做不大 做不强吧 没错 黑夜 姐 我怕你笑话 这生意啊 自己的店也就罢了 我们这小本生意 都要按七五乘走 那我 就只剩赔本转吆喝了 我告诉你说 李长队 就你见 放心 何先生啊 都替你们想好了 每月的亏空 何先生给你们 好不好 这 这 对我来 我们就那时候做生意吧 好啊 小研究 老总 您这是去哪儿啊 我们去四川 誰没露榻了 从凤雷站绕一下吧 老总 您打东边来 怎么知道西边的路塌了 怎么着 我说话你也不信啊 信 信 弟兄们 咱们去凤雷阵绕吧 走 去凤雷阵 走啊 走啊 陈长 走 回上海 你试试 我试 够不够尺寸 这够啊 怎么说不够呢 那我量的怎么就不够呢 那你看我这尺子是对的呀 嘿 真拿了闷了 怎么了 乌爷 他这短了尺寸呢 我做不够生意二十多年了 我一寸也没短过人家 你这不是污蔑我吗 好好好 消息消息消息 别别着急 您是从哪儿来了吗 江苏 这不够也是从江苏那边来的 是啊 我看看您那尺子好吧 好 这是您带来的 这是咱们的 对 你看 问题就出在这儿 别这不对 对 别这不对 咱们现在呢咱们用的是试试 他们这边呢 我们只是上海江苏医家 用的是完尺 对吗 别着急 一比多少这是 这是一比一点三 哪就不怪人家了 这样 老板 以后你来风雷阵饭步 就按你的尺子 好了 老板 和你做生意真愉快 不客气 不客气 贺先生 我 我这可是赔本的生意 我给你补 好好好 我给你补 放心 放心 好 来 不客气 放心 放心 各位兄弟 辛苦了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风雷阵做买卖 兄弟们欢迎 欢迎 欢迎 好好好 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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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你今天怎么不说一声啊 我刚才好几好几声了 怎么了 好 什么事 那个民团又添心丁了 你要不去看一眼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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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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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已到 富有银豪 钱财正式开始 发 富汤 富汤 舅啊 树米回来了 舅 老吴 那个先招待一下几位县长 告诉他们准备开席吧 我去一会儿 好 你跟老张啊 这外甥又来了 舅舅好 穿得这么流光水滑的 兜里是不是又没钱了 是 兜比脸还干净呢 我告诉你 要多少钱都可以 你这西北大学学法律的 你将来必须给我成为大律师 得让你爹妈跟你舅脸上有光啊 舅妈 我得干多大事 才能让舅有面子呀 您看舅什么学历 什么背景 再看这阵上 我这 我这一辈子我也赶不上啊 我一惊我告诉你 一见了我就去抓紧拍马屁 舅妈 我没拍马屁 我说的是实话 现在这个世道 只有像我舅这样的人 才能不被人欺负 我不想读书了 没意思 说什么呢你 不想读书了 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我看上个女军官 我要跟她好 不是 你看上你军官 你不在西安大历 你回来干什么 我没钱了 我打电话问我妈要 我妈不给 非得有 你别打了 揍死你不可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给我点面子信不信 面子 都让你惯的 你差不多得了啊 我就这么一个外甥 我不惯谁惯 舅 你要是给的话 你多给一点 谢谢舅舅 舅 你放心 我会好好给您当外甥的 跟我说说 怎么给我当这个外甥 舅 其实我在西安这几年 也不是白混的 军政界 金融界 法律界 都有这么认识的人 你要缺什么 你跟我说 只要是有钱哪 委员长的委任状 我都能给你弄过来 我跟你说 舅舅 什么都行 不许吹牛 要脚踏实地 吹牛这习惯不好 舅 舅舅 我没骗你 我都知道你的对头 王三春在什么地方 你信不信 王三春不是死了吗 对啊 王三春死了 怎么可能呢 别瞎说 王三春死好几年了都 不可能 我离开西安之前 还和特战队的朋友 吃过饭的 他们告诉我的 是王三春 在汉中一带祸害的 书严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王三春没死是吗 对啊 西安的报纸 每月都刊登他的动向 市民都好奇呢 想看看哪支部队 能把王三春给抓了 副桃 这些事你都知道是吧 我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你给我说清楚 王三春到底死了没有 没有王三春死了 你给我牛牛去 我那边那个县长都等着我呢 我先去看看 照顾我 ico ico 救 喝口堂 您得提前 你成为老子 我跟你没完 和服堂 你个骗子 你个王八蛋 唐八蛋 比我孟三春死的呢 你不要死 我不要死 你不要死 我不要死 局长 有什么事不能在局里说 还非个跑到这儿了 我今天约你来 不是谈别的事 是谈一件喜事 什么喜事啊 你这几年在局里 兢兢业业的工作 这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你只为了工作 却不考虑个人问题 你自己不考虑 我得老牵挂着呀 队长 不瞒您说 我曾经有过家事 一场变故 我爱人走了 从那以后 再就不想得了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北平沦陷以后啊 燕京大学 一直在苦苦地支撑着 就是你过去的学校吧 我的一个 至交好友梁老师 他想把一个女大学生 调到西安来 她叫程丽雪 这个人有些激进 听说和几个男同学 一块加入了抗日决死队 梁老师和我一样 都稀财呀 他也想把她 调到西安这个大后方来 安顿下来 能找一个靠得住的丈夫 好拴住她的心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 不是 局长 这个合适不着 这看起来 可好 还记得elles 你先用冷藏 里面来 你也有点 我们考虑 都链了 我胜身 其实有点 我看起来 先谢谢局长 来来 你喝茶 怎么不先打电话呀 我确实有急事站着 你先打这个 走吧 看来你在教育局干得不错啊 你们局长这么器重你啊 连媳妇都替你操心了 您别看我办校了行不行 我当初进教育局 那燕京大学的毕业证 还是您帮我围装 燕京大学的门唱哪边开 我都不知道 我是担心 这个女学生一出面 不就落地了吗 这先放在一边 如果你不答应你们局长 那才是有问题呢 照片看过了 战长 没您的同意 我敢吗 先看看吧 姑娘挺漂亮 你 你 你